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今天为大年初六各行各业陆续开工,立委陈欧珀金在宜兰县罗东正西南服务处举办新春团拜,祈求年底五合一大选民进党能团结守住宜兰。 陈欧珀强调,在下月14日党内提名后,竞选团队就会就位,费问及宜兰县代理县长曾经得近期高挂平安共好看板。 陈欧珀仅说,我们祝福他,也强调未来工作辛苦,会需要他,只曾经得把这一局做好。 距离年底五合一大选仅剩九个月,陈欧珀服务处今准备青菜、葱、蒜、饭团、粽子、菜头等食材作为贡品。 陈欧珀称,每个共性都有一盘,饭团代表团结,粽子代表包中,青菜则希望勤更基层,葱、蒜则希望年底大选能动算。 至于党内提名规划,他说,党内提名启程在3月14日,等到他获得正式提名后,所有团队就会立即就位冲刺五合一选举是团体战,需要结合以兰人力量才能迎接大胜利,希望不管任何人都能在工作上尽本分。 陈欧珀还向陈金德喊话,他直言,陈金德是代理县长,未来他的辅选工作会非常辛苦,我们会做最好的团队合作,过去至今感谢他支持我,未来更需要他,指陈金德把工作做好,全力胜选。 至于陈金德将写有平安共好的看板高挂宜兰县街头,引发外界联想是否,陈金德已表态投入下届县长选举,陈欧珀锦说,我们祝福他,指陈金德,希望他心想事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